阿尔及利亚 非洲面积最大 世界第十大的国家 位于非洲北边 为地中海沿岸国家之一 于1962年 经由长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才从法国殖民地脱离 获得独立 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尔及利亚 必玩十大景点 第十 史里亚国家公园 史里亚国家公园 是位于阿尔及利亚布利达省的一个保护区 它位于海拔1500米处 占地面积约8000公顷 该公园拥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 包括兵临灭绝的巴巴里猕猴 该公园成立于1982年 旨在保护该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公园的特点是 山地地形 山峰海拔高达2000米 公园内的最高峰是史里亚山 2077米 该公园还包含流津 它的几条河流和溪流 史里亚山在冬季低温只会降雪 除了美丽的山峰雪景外 也聚集了大量游客 从事雪地活动 史里亚国家公园的植被 主要由雪松树 杜松树和橡树组成 整个公园还可以找到许多灌木 和草本植物 史里亚国家公园的动物群 包括各种哺乳动物 如野猪 红狐 柴 猎狗 狼和野猫 还有许多鸟类 如雕 秃鹰 猫头鹰和老鹰 公园内还可以找到 蜥蜴和蛇等爬行动物 巴巴里猕猴 是在史里亚国家公园 发现的最重要的物种之一 由于发木 和放木等人类活动 造成嬉戏地破坏 该物种自1996年起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冰围物种 为了保护该物种 免于灭绝 公园边界内开展了保护工作 包括重新造林项目 和对公园边界内 狩猎活动的严格规定 史里亚国家公园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来体验大自然的最佳状态 同时 从最高峰 欣赏壮丽的景色 或者徒步或骑马 探索茂密的森林 游客还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例如观鸟或在星空下露营 同时欣赏阿尔吉利亚 一些最美丽的风景 史里亚国家公园 是阿尔吉利亚卜利达省地区 野生动物保护 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护区 其多样化的动植物群 使其成为自然爱好者 探索北非这一独特地区的 理想目的地 同时 会旨在保护巴巴里尼猴等兵为物种 免于灭绝的保护工作 做出贡献 第九 爱因赛弗拉 爱因赛弗拉是位于阿尔吉利亚西北部 塔曼拉塞特省的一个城镇 它位于海拔1040米处 被称为通往撒哈拉沙漠的门户 该镇人口约25000人 周围环绕着沙丘和群山 爱因赛弗拉 于1881年 由寻找建立军事哨所的 法国殖民者创立 该镇最初被称为拉佩林堡 以纪念当时在阿尔吉利亚指挥法国军队的拉佩林将军 1885年 因附近有一片绿洲 而更名为爱因赛弗拉 该镇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游牧部落进行贸易 有着悠久的历史 贸易商会将来自北非其他地区的藻 香料和织物等商品 带到爱因赛弗拉进行销售 该镇还是在摩洛哥和阿尔吉利亚之间旅行的商队的 重要中途停留地 今天爱因赛弗拉仍然是该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 是世界各地游客通往撒哈拉沙漠的门户 该镇有几家酒店和餐馆 可满足希望探索阿尔吉利亚这一独特地区的旅客的需求 还有几个市场 游客可以在那里购买当地工匠制作的地毯 珠宝和传统服装等纪念品 周边地区拥有一些令人惊叹的自然景点 例如横跨沙漠景观绵延数英里的沙丘 和附近山脉的壮丽景色 包括高3003米的塔哈特山 爱因赛弗拉附近 还有几处绿洲 游客可以在凉爽的湖水边畅游 或在棕榈树下放松身心 同时欣赏阿尔吉利亚这一独特地区的美景 爱因赛弗拉是那些希望探索北非沙漠地区 同时又能享受酒店和餐厅等 现代化设施的人们的理想目的地 凭借其与来自撒哈拉沙漠对面的游牧部落 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 以及附近令人惊叹的自然景点 难怪每年都有如此多的人 选择参观这个独特的阿尔吉利亚小镇 第八 阿杰尔高原国家公园 阿杰尔高原国家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位于阿尔吉利亚东南部的撒哈拉沙漠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史前研画遗址之一 拥有数以千计的绘画和版画 描绘了跨越一万多年的狩猎集者和慕名的生活 该公园占地72,000平方公里 拥有北非一些最壮观的景观 该公园于1972年首次作为保护区建立 并于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这里吸息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 包括巴巴里羊、邓灵、柴、狐狸、猎蜴 该公园还包含许多考古遗址 这些遗址提供了早在公园前八千年 就有人类居住的证据 阿杰尔高原国家公园的景观主要是被称为塔西利斯的沙岩高原 其间散布着深深的峡谷和山谷 这些塔西利斯覆盖着数以千计的史前岩石艺术图像 描绘了大象、长颈鹿和犀牛等早已从该地区消失的动物 这些画作还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例如狩猎派对和仪式 该公园还包含许多考古遗址 这些遗址提供了早在公园前八千年 就有人类居住的证据 其中包括石器和陶器碎片 表明在大约一万年前 现代人类到来之前 人们已经在该地区生活了数千年 阿杰尔高原国家公园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来探索北非最壮观的景观之一 同时了解其古老的历史和文化 该公园提供一系列活动 如徒步旅行、露营和观鸟 使其成为希望体验真正独特事物的 大自然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 第七、盖尔达耶 盖尔达耶是位于阿尔吉利亚 姆扎普山谷的一座城市 它是姆扎普地区的首府 也是伊斯兰教五大圣城之一 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世纪 其特点是用土坯和泥砖建造的平顶房屋 该是还有几座清真寺 宫殿和其他反映其丰富历史的古迹 盖尔达耶于公元903年由来自图尼斯的伊巴德穆斯林建立 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不受迫害的地方来实践他们的信仰 他们建造了一座有五座城门和七座塔楼的城墙 以保护自己免受外来威胁 由于其在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商对路线上的战略位置 该城市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盖尔达耶的建筑 因其严格遵守伊斯兰原则而独一无二 房屋建有由土坯或泥砖制成的平屋顶 这有助于在炎热的夏天保持凉爽 窗户很小 高高地挂在墙上 以免打扰邻居或路人 街道狭窄而婉言 外人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路 盖尔达耶的人大多是伊巴德穆斯林 他们奉行温和形式的伊斯兰教 强调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和尊重 尽管受到外部影响 例如19世纪的法国殖民统治 他们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今天盖尔达亚仍然是阿尔吉利亚 重要的伊斯兰学习和文化中心 由于其独特的建筑 文化和历史 盖尔达亚已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探索古老的城墙 参观清真寺和宫殿 或参加开斋节 或闲置穆罕默德的生辰等传统节日 还有几个博物馆 致力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游客可以在参观盖达亚时 探索这些博物馆 第六 姆扎布 姆扎布山谷是位于阿尔吉利亚北部 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地区 这是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地区 自十世纪以来 一直有伯伯尔人居住 姆扎布山谷是文化和历史的绿洲 拥有五座 由古老的相对路线相连的防御城市 姆扎布山谷的五个防御城市 是盖尔达耶 阿尔吉利亚其他地区截然不同 这些建筑物是用泥砖建造的 屋顶是平的 窗户很小 可以隔绝沙漠的热气 借到狭窄而婉延 两边都有高墙 以防止入侵者 这些城市 还有精心设计的供水系统 可以收集雨水 以备焊剂使用 姆扎布山谷的人 被称为Mosabites 他们说自己的勃勃尔语方言 称为Mosabite Temasite 他们奉行一种被称为 伊巴德的传统伊斯兰教 这种伊斯兰教建立在宽容和节制的基础上 而不是严格遵守宗教法律 他们也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例如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 和用古代用作货币的银币制成的手势 称为米站 今天 姆扎布因其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建筑 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它也是许多传统手工艺品的发源地 例如淘气制作 编织 皮革制品 金属制品 和珠宝制作 在整个地区的当地市场 都可以看到这些手工艺品 游客可以步行探索 这些古老的城市 也可以骑着骆驼穿越沙漠景观 获得难忘的体验 第五 提帕萨 提帕萨是位于阿尔吉利亚西北部 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镇 它位于阿尔吉利亚首都阿尔吉尔以东 越50公里处 该镇以其考古遗址而闻名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尼时代 和罗马时代 提帕萨古城 由菲尼吉人于公元前四世纪建立 它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和宗教崇拜的主要中心 这座城市后来在公元前二世纪被罗马人征服 并成为他们帝国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 提帕萨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而蓬勃发展 并且拥有许多供奉各种神灵的寺庙 公元五世纪 提帕萨被破坏者征服 破坏了其大部分建筑 后来它被拜占庭员占领 在提帕萨建造了几座教堂和修道院 公元708年 它被穆斯林军队征服 并在那里建立了伊斯兰国家 这一时期见证了提帕萨的巨大发展 包括清真寺 宫殿和防御宫室 今天 提帕萨因其丰富的历史和考古遗址 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探索布尼时代和罗马时代的遗迹 以及伊斯兰统治不同时期的众多清真寺 提帕萨也有几家博物馆 展示这些时代的手工艺品 例如陶器 钱币和珠宝 此外 游客可以享受美丽的海滩 以及从附近的悬崖边 欣赏地中海的壮丽景色 提帕萨还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而轮名 其中包括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 以及全年的节日 如开斋节 斋月结束 和清真寺先知 穆罕默德的生日庆典 提帕萨 是那些想要探索 阿尔吉利亚丰富历史 或只是在其美丽的海滩上 放松身心 或从附近俯瞰地中海的悬崖边 欣赏壮丽景色的人的 有趣目的地 第四 杰米拉 杰米拉是位于阿尔吉利亚北部的 古罗马城市 它于公元二世纪 由罗马皇帝塞浦地米乌斯塞维鲁创立 最初被称为QQ 这座城市 建在俯瞰肥沃山谷的高原上 并迅速成为该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 杰米拉以其保存完好的遗址而闻名 这些遗址 被认为是 北非罗马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 这座城市 呈网格状布局 街道两旁排列着圆柱和拱门 其中许多特色至今仍清晰可见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包括两个大型大教堂 一个论坛 浴室 寺庙和一个圆形剧场 这座城市还拥有其他历史时期的 几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 其中包括 一座十二世纪的清真寺 和几座奥斯曼时代的防御公式 杰米拉也是拜占庭时期 建造的几座基督教教堂的所在地 杰米拉遗址自1982年以来 因其历史意义和良好的保存状态 而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游客可以步行探索废墟或参加导游 了解有关遗址历史和建筑的更多信息 附近还有几家博物馆 提供有关杰米拉过去的更多信息 杰米拉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让游客可以一窥北非罗马帝国的过去 其保存完好的废墟 让人们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时期 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其他时代的纪念碑 则让人们深入了解不同文化 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影响 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这段迷人历史的人来说 杰米拉绝对值得一游 第三 提姆加德 提姆加德是一座古罗马城市 位于阿尔吉利亚的奥勒斯山脉 它于公元100年由图拉真皇帝建立为军事殖民地 并迅速成为繁荣的贸易中心 这座城市呈网格状布局 中央广场周围环绕着柱廊街道和公共建筑 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是位于城市入口处的图拉真拱门 提姆加德是罗马和北非之间 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一站 它还以其农业生产而闻名 包括橄榄、无花果、小麦、大麦和葡萄 这座城市有许多供奉朱必特和维纳斯等罗马诸神的神庙 还有数个浴场和公共喷泉 这座城市繁荣昌盛 直到公元439年被汪达尔人洗劫 在此事件之后 提姆加德开始衰落 最终在公元7世纪被遗弃 1881年 法国考古学家重新发现了提姆加德遗址 并开始进行挖掘 揭示了他的历史和建筑 如今 提姆加德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来探索其遗迹 并了解其历史 该一直包括许多保存完好的建筑 如寺庙 浴室 房屋 商店和公共广场 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古罗马的生活 游客还可以探索附近的博物馆 该博物馆收藏了提姆加德过去的文物 例如硬币 淘气碎片 珠宝 珠宝 雕像等 提姆加德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提醒人们 罗马曾经是多么强大 它的影响力是多么深远 甚至可以远离意大利本身数千英里 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更多罗马历史 或探索古代遗迹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 第二 阿尔吉尔城堡 阿尔吉尔卡斯巴 是位于阿尔吉利亚首都的历史街区 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以其独特的建筑 狭窄的街道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闻名 卡斯巴由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6世纪建造 从那时起一直是主要的贸易中心 阿尔吉尔的卡斯巴 位于俯瞰地中海的山丘上 它由几个街区组成 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最著名的街区是 卡斯巴德斯奥迈斯 它于1516年由苏丹塞利姆仪式建造 该地区包含许多历史建筑 包括清真寺 宫殿和防御宫室 其他街区包括旧城区 新城区和现代城区 阿尔吉尔卡斯巴的建筑独特而多样 这里既有设计复杂 瓷砖色彩艳丽的传统摩尔式建筑 也有用玻璃木墙的现代建筑 许多建筑装饰着复杂的雕刻和马赛克 描绘了阿尔吉利亚历史或伊斯兰艺术的场景 街道狭窄而蜿蜒 很容易迷失在卡斯巴迷宫般的布局中 阿尔吉尔的卡斯巴长期以来 一直是阿尔吉利亚多元化人口的重要文化中心 它一直是历史上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的避难所 包括二战期间的犹太人 金田 它仍然是阿尔吉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年举办庆祝音乐 舞蹈 艺术 美食等的节日 对于想要亲身体验其独特文化的阿尔吉利亚游客来说 卡斯巴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探索蜿蜒的街道 两旁邻里着五颜六色的商店出售传统工艺品 或者参观众多致力于阿尔吉利亚历史或伊斯兰艺术的博物馆之一 还有许多餐厅供应美味的阿尔吉利亚美食 您可以在众多山坡或梯田之一的顶部 欣赏地中海的美景 阿尔吉尔的卡斯巴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地方 为游客提供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充满文化和历史的难忘体验 第一 阿尔吉尔 阿尔吉尔是阿尔吉利亚的首都 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 它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人口超过300万 它以其丰富的历史 文化和建筑而闻名 这座城市于944年由斯伊尔广潮建立 后来于1516年被奥斯曼帝国接管 在此期间阿尔吉尔成为欧洲与北非之间重要的贸易港口 1830年在法国征服阿尔吉利亚期间 它被法国占领一直处于法国统治之下 直到1962年阿尔吉利亚从法国获得独立 阿尔吉尔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繁华城市 这城中心到处都是狭窄的街道 街道两旁是五颜六色的建筑和市场 出售从香料到地毯的各种商品 整个城市还有许多反映其多元文化遗产的清真寺 教堂和其他宗教场所 海滨长廊享有地中海的壮丽景色 以及各种餐厅和咖啡馆 您可以在那里享用传统的阿尔吉利亚美食或国际美食 这座城市有许多展示其历史的博物馆 例如收藏阿尔吉利亚和国际艺术家作品的国家美术博物馆 阿尔吉尔还有几个公园 例如拥有郁郁葱葱的花园 喷泉和雕塑的Park di Lalibert公园 阿尔吉尔也是阿尔吉利亚 一些最重要的大学的所在地 例如成立于1909年的阿尔吉尔大学 提供科学、工程、医学、文学、法律、经济学、工商管理、农业等课程 阿尔吉尔是一座迷人的城市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无论您是在寻找文化还是休闲 这里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看完了 帮帮忙按个订阅吧 有想要探索的国家、地点也可以告诉我们哟